方舟就业服务协会 培养弱势患者 有自主工作的能力 这是在高雄的桥头火车站 设置了一个据点 他们贩卖的一种叫做 董事茶叶蛋的商品 由身心障碍的员工 事先把蛋剥壳 让身上朋友在据点里头 能够学生活自理 人际互动还有应对 并且呢 也为桥头火车站 带来新品味 身心障碍者在捷运站门口 热情叫卖 有清量的茶叶 还有他们特别推出的 董事茶叶蛋 如果游客直接带走 相当方便 那这个董事的茶叶蛋呢 就是我们已经把壳 事先在卤之前就拨好了 再下去卤 那这样民众要使用的时候 他们就不用再动手来拨 然后就 这是代表我们的贴心跟董事 那也是让我们身心障碍 大孩子在工作训练过程当中 他们能够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那也是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这个营业买卖的过程当中 去学习人际互动关系 跟问题解决的能力 来往游客停下脚步 因为好奇都会点科茶叶蛋 对于孩子们也都给予肯定 这个董事茶叶蛋非常好吃 很入味 很努力在学习 而且虽然动作有点慢 但是他们真的很用功 很认真 疫情复苏后大环境缺光 身心障碍者因为不会挑选工作 埋怨环境 反而成为人力资源市场的热门 缺功之下 其实对我们生意障碍朋友 或者是弱势朋友 反而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很多民众 他可能不愿意工作 或者是在就业上 他们的态度 可能不一定那么积极 那因为我们训练 我们生意障碍朋友 有一个工作技能的话 那他们的顺服度相对 跟很多的一般年轻人来讲 是比较好的 AI技术的快速发展 会不会影响弱势族群的就业 王志祺坦言目前还不明显 目前当务之急 是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 让他们可以尽速适应社会 自给自足 人间新闻中 主民高雄采访报导